范迪刚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10月15日在保禄六十大厅 接见了意大利全国老年人劳工协会 和意大利老年人联盟的七千位代表 教宗表示 我们应建设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 不把老年人视为无生产力的人 而是生命文化的宝贵见证人 丢弃文化排斥老年人 认为他们无生产力 我们要抗拒这种有害文化 教宗呼吁道 政府、文化界、教育界和宗教界 以及所有善心人士 都应致力于建设一个 更加友好和包容的文化 谈到促进代际关系的重要性 教宗说 人民的未来需要青年人与老年人的相遇 青年人是旅途子民的生命力 老年人则以记忆和智慧增强这生命力 当若瑟和玛利亚把耶稣献于圣殿时 接待他们的是两位长者 他们是民族的智慧 懂得赞美天主 愿意让他们的智慧伴随着孩子成长 因此教宗鼓励祖父母们多于自己的孙子被交谈 将智慧传递给他们 教宗说 让他们向你们提问 他们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不同 孩子们做不同的事 听不同的音乐 但他们需要祖父母 需要这种持续对话 在这利器和外表常常被神化的世界 老年人富有使命 去见证真正和永恒的价值观 教宗说 我们蒙照为发扬生命文化效劳 向世人见证 生命的每个季节 都是天主的恩典 各有其美好之处和重要所在 即使看似脆弱 教会怀着关爱 感激和巨大的尊敬 看待老年人 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团体 和社会的重要成员 代表民族的根基与记忆